中央社影音中心记者徐瑞琴和张志燕 以食物银行专题报道 获得社会光明面电视新闻报道奖肯定 副总统吴敦毅也清零典礼现场颁奖 对得奖作品赞誉有加 食物银行 我特别留意的食品的食 食债的食 这两样坚而有之 这个就表示 对做事同胞的帮忙 也许现今是其中之一 也许精神也是其中之一 但是如果能够拿食物 让他能够在饥饿的时候 能够有食物可以饱餐一顿 度过严重 或者他需要实际的物品 来可以帮助他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构想 这是中央通讯社影音中心的 食物银行报道通过个案访式 带观众了解社福边缘户 依法无法获得社会补助 必须仰赖公私利的食物银行 取得日常物资等实际救助 并从中探讨食物银行 在台湾的运作模式和相关法规 评审认为报道就这个议题 进行全面性的制度讨论 新闻价值高 另外中央社还以芬兰台裔 因那寻情记 获得平面媒体报道类报纸报道奖 该报道由三位出养到芬兰的台裔子女 希望寻找台湾原生家庭开始 报道还原30多年前 台湾一宗跨国犯音事件的始空背景 而在寻情的过程中 外交部和警政单位积极协助 也成功找到其中一位当事人的生母 首先感谢就是评审 对我们中央社的这个题目的肯定 那这个题目的主要难度在于说 它是一个30年前的犯音案这样子 当事人的那一端 以及她的生母 生父那一端 因为时间久远的关系 这比较难找 我们的海外特派曾一璇小姐 那她就排除万难 然后在芬兰找到了三名 就是台湾的当年的那个被出售出去的 英纳这样子 那我们国内中心这一端呢 就是负责找当年的承办人员 很幸运的就帮其中一位柯尼 找到了她的妈妈这样子 那我就觉得说这个缘分 跟这个任务能够圆满的达成 然后进而完成这个报道 拿到这个奖 我觉得我们就是努力没有得到白费 社会光明面新闻报道奖 由台北市新闻记者公会主办 中央社曾多次获奖 未来也将继续秉持着客观详实的编采原则 带给阅听大众 更多社会各阶层的光明异矩 传达正向力量 主要是记者黄军王一文 台北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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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